泡泡糖作为一代人童年的回忆 相信肯定有很多人好奇 它是如何制成的 其实它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天然树枝 而不是大家谣传的寄生用品 首先工人会将一大袋浇机 倒入搅拌器 同时加入调味料混合味道 接着盖上盖子开始搅拌 期间还需要往里面 加入葡萄糖糖浆和粉末来补充甜味 经过一番搅拌好 这些原材料混合物 看起来就跟一坨面团一样 然后它们颜色会开始变淡 并且逐渐膨胀 接着再将搅拌好的团状混合物 通过机器流进挤压机内 然后用机器将其加工成细小条状 经过一番冷却后 就能进行切割打包了 值得一提的是 打包过程使用的都是自动化设备 整个制作过程都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不过这是大厂制作出来的泡泡糖 你要是买到小作坊生产的 质量就不敢保证了 等泡泡糖通过传送带 来到包装机器车间时 机器会将它们切割成特定大小 然后用速包机 将小块泡泡糖速缝打包 至此泡泡糖的制作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来看看香烟如何制作